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跟各位同学们介绍放大器的讯号量测 那我们用了两个电路 第一个就是视听电子丙级速科的OCL放大电路 那第二个就是OCL放大电路 以AV的100瓦为例来做测量 来第一个OCL放大电路的直流偏压测量 第二个OCL放大电路的交流讯号测量 再来第三个OCL放大电路的故障排除 来我们首先看一下这是视听电子丙级速科的实体图 那这个是OCL 理论上号称30瓦的功率放大 待会同学会看到实测的结果是多少 再来同学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AV类功率放大OCL100瓦的实体图 好 再来同学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同学们 这个变压器是纯A类OCL40瓦使用的变压器 那这个是AV类OCL30瓦特功率放大器的变压器 再来同学们看一下 这是8欧姆的120瓦特的负载 首先第一个OCL放大电路的直流偏压测量 那首先看一下OCL30瓦特放大电路的直流偏压量测量 好同学们这个图里面我们针对它的直流电压 电源供应 来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之后呈现这个样子 来我们来正电源的测量 就是这个正25瓦特跟D之间的电压量测 好测量的结果是26.3伏特 再来第二个负电源测量 那负电源测量的结果是负的26.4伏特 再来输出端直流静态电压 同学们 我们以左伸道 我们测量左伸道 那左伸道测量的结果同学看 这个数位附用表里面要看清楚不是51伏特 是51min伏特 那这个几乎接近零了 我们不是讲过OCL的这个输出端直流电位必须为零吗 这个是已经51min很小了 可以接受了 再来我们介绍OCL100瓦特AV类放大电路的直流测量 我们针对它的电源部分 正电源的测量 同学来看一下测量的结果是52.2伏特 再来我们看负电源测量 原先的规格是负50伏特 我们测量的结果是负的52.1伏特 再来我们看输出端直流静态电压 我们以这个左伸道为例 我们测量的结果 同学看一下一样不是9伏特 是负的9min伏特 再来我们介绍OCL放大电路的交流讯号量测 第一个OCL30瓦特电路的交流讯号量测 同学们以这个为例 30瓦特的功率放大器为例 来我们第一个 输出电压不优最大不湿针波行 步骤如下 讯号产生器做设定 设定正弦波频率1k 输出连接到输入端 而且输入端连接到试波器的Channel1 输出端连接到试波器的Channel2 调整讯号产生器的输出由小至大增加 直到输出电压不优最大不湿针 那由试波器不优不压 求出总电压整理AVT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虽然是要求输出最大不湿针波行 但是我们先给同学们看一下输出电压湿针的波行 我们的输入等于5的峰对峰值电压 而这个时候输出产生了湿针的波行 好,再来 我们这个调整讯号产生器 使得输出最大不湿针的波行 我们测得输出电压是48.4伏特峰对峰电压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输入 我们的输入是 这里同学们显示是4.16 但是因为数位试波器 这个数据在0.0几在跳 这个不容易抓 所以我们以信号产生器的设定值为主 我们的信号产生器设定值是4.2伏特 峰对峰电压 所以我们的电压增益求的是11.5倍 再来同学们 我们刚才的条件 我们的输入是4.2伏特 那可以得到VO最大不湿针波行 假设我们再加上8欧姆120瓦特的负载会如何 来同学们 我们这一个是8欧姆120瓦特 同学们四个电阻规格都一样 那同学思考如何使用8欧姆30瓦特的四个电阻 组成8欧姆120瓦特 答案就在这个图形当中 好同学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们刚才的条件 我们把8欧姆电阻一接到输出端之后 这个时候各位同学 我们看到了这个波形产生的湿针 而且它这个电压振幅被限定在37.2伏特 风对风指电压 这个是跟刚才的做比较 好同学我们这个时候重新设定输入电压振幅 那一样调整步骤跟前面一样 这个时候同学我们信号产生器设定3.1伏特风对风电压 那我们测量的结果 输出可以得到最大不失真的波形 那我们由输出跟输入可以求出总电压整理 来同学们看一下 我们信号产生器设定3.1伏特 再来我们的输出电压36.8伏特 同学刚才记得我们刚才的数据吗 37点多 来也就是说我们的输出最大振幅不可能超过刚才的数据 好那结果呢 同学我们可以求的这个电压增益是11.9倍 我们要来求输出最大功率 我们已经得到输出电压最大不失真是36.8伏特风对风电压 那我们的这个输出有效值电压平方除上RL就是我们的输出最大功率 那当然这个有效值是指我们最大不失真的电压 那所以是36.8的平方除上8倍的RL 好那得到结果是21.2瓦特 同学我们刚才理论上说是他大概30瓦特 但实际上只有21.2瓦特 紧接着我们来看OCL 100瓦特AV类放大电路的交流讯号量测 首先同学们看一下这个是AV类功率放大器100瓦特 OCL 100瓦特的实体图 来一样的这个步骤跟前面一样 来我们来看结果就好 那同学们我们的结果就是 我们输出最大不失真电压 同学们100伏特 同学们老师这个我们试破器怎么有办法扯100伏特 不要忘了一件事我们Channel 2使用了10比1的碳棒 所谓10比1的碳棒是把输入电压衰减10倍 那衰减10倍之后在右下角的部分电压碳棒 我们要再把它恢复10倍乘以10倍回来就解决了 那数位试破器这个不是问题 好我们的输出是100伏特封对封电压 同学来看一下我们的输入电压 我们的输入电压设定信号残器的设定值是3伏特封对封 所以我们得到我们的电压增益是33.3倍 再来同学们一样的 我们刚才的条件是输入输入3伏特 输出得到100伏特的封对封电压 那假设我们这个时候 再把8欧姆120瓦特的负载加到输出会产生什么情形 来我们看一下同学 刚才的条件 刚才没有加负载的时候是输出封对封是100伏特 现在把它加下去了变成82伏特封对封了 来我们重新设定电压振幅 这个设定方法跟前面一样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输入把它调整到2.4伏特的时候 我们输出可以得到最大不失针的波形 那这个时候由释波器的输出跟输入来求总电压增益 来我们看一下结果 各位同学输入是2.4伏特 那这里显示2.44 那我们以信号产生器的设定值为主 再来同学看一下我们的输出得到了80伏特的封对封 所以我们的电压增益依然是33.3倍 同学们 我们这台AV类100瓦特机器的稳定性 比刚才的这个30瓦特的稳定性就好多了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同学们 求输出最大功率 各位同学 一样的带进式子之后 我们得到了100瓦特 再来我们介绍OCL放大电路的故障排除 第一个检查元件 电晶体的型号跟接角是否正确 电阻阻值是否正确 再来二极体急性是否正确 再来功率晶体接触的云母片是否有破损 或是结缘电圈有损坏 电晶体的外壳跟散热片连接会造成短路现象 保险是会烧毁 再来检查电晶体的EV之间应该有0.7伏特的电压 否则表示电晶体的EV之间有开路的情形 好 各位同学 在上述的课程内容当中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将理论跟实际来做搭配 来相互做印证 那同学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里面的内容 请同学参与以下的书目 我是洪君寨老师 谢谢同学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